今天就把你送到了 台灣的一個養鱉場 鱉是一個免久性很高的一種動物 你看到的就馬上走 然後我們挖的時候 這是動物雞 動物雞要放在上面 大海不要走那麼遠啊 吃鱉啊 那還有一樣東西呢 我是很不喜歡吃的 就是鱉 不想吃鱉 所有的好朋友們 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當你缺什麼叫補什麼 然後常常我們的好朋友 在吃飯的時候就問我說 你為什麼不吃 我說我不吃虧啊 他們就會全場就會笑 還有人不吃虧的 那還有一樣東西呢 我是很不喜歡吃的 就是鱉 不想吃鱉 那可是呢 我們的這個辦公室的同事聽到說 蒼公欣 Kennie你不想吃鱉是不是 今天就把你送到了 台灣的一個養鱉場 讓你去嘗嘗看 真的吃鱉的感覺是什麼 好那今天呢 我們也很榮幸的 能夠聯絡到 我們台南 嘿嘿嘿 台南的養鱉協會的理事長 哇那這個 這個人你看看 一臉的笑容 身體很健壯的感覺 他就吃鱉吃多了 對不對 天氣太熱了 你太晚到了 我們趕快去挖鱉蛋 比它重要 OK 好 今天呢 我到了這個養鱉場 問了我們理事長才知道說 我們鱉是生產在淡水的環境 而不是在海水的環境 然後呢 這個鱉呢 很喜歡 是很溫暖的天氣 然後還有一樣東西 就是他很害羞 就跟我一樣 對 只要看到人他就馬上跑掉了 他沒跑代表他不健康 哦可以這樣嗎 所以說一般到池子裡面 你有看到鱉在那邊不跑 那表示那一隻鱉已經生病了 對 所以說鱉是一個免絕性很高的一種動物 一看到人就馬上走 那鱉的在市場價值跟魚來比呢 跟那個五波魚這些魚類比呢 基本上是比較高啊 因為他那個養殖的時間太長了 養殖時間太長 對 最起碼他 那個從右邊出生 然後到他可以出貨 可以上市場 大概有18個月的時間 18個月 對 所以說他時間就變得很長 所以說歸一點合理 對 對 就是這一間 他是固定 固定每天 大概傍晚的時候 他就會自己爬上來 別就自己會上來了 對 他會自己爬上來 會回家了 對 那個聖誕的地方 聖誕的地方 他白天 那個不會躲在裡面 對 他大概就是晚上的時候 他覺得比較安全 哇 這個就是 小心踩前面就好 我先踩這裡好了 好 我跟你講 然後呢 好 你先OK 然後你看喔 我們挖的時候 這是動物籍 這是動物籍 對 動物籍要放在上面 要往上 對 有些因為時間比較長 他比較晚生 所以說他動物籍還沒出來 然後呢 沒有看到動物籍 就是髒的地方放下面 對 他會自然而來 就會把那個動物籍 撕在上面 哇 你怎麼抓到的 都有在這看到了 動物籍就在上面 就一些動物籍要放在上面 像這個 我們大概都挖下去 就挖 你看 大概這裡就有蛋 然後再一個蛋 你看 像是整窩的 我是比較喜歡用蹲的 然後他們最重要就是 因為他們量比較多 對 到最後會像你一樣 去趴下去 好奇說 他們平均每天在憋 他們下蛋的時間 大概是什麼時候 大概是 太陽下山 按了以後 那他多久要來下一次蛋呢 大概 我們平均講過 大概是 那個兩個 那個三個禮拜二十一天 三個禮拜二十一天 二十一天左右 他會下一次 這邊就有蛋 然後平均一直憋一年 大概可以升到 一百五十到 那個 一百八十幾顆之間 像憋來講 所有的市場 都在大陸 不會在我們台灣 現在大概 大陸 他自己本身生產的蛋 就五一顆 五一顆 已經 已經煌過來了 然後我們現在 我們台灣國際 大概剩下 一億八千萬多 為什麼 大陸還要給我們買 我們的優勢到底在哪裡 其實到哪裡 就是我們的蛋比較窄 所以說他請願花貴一點的錢買 早一點的蛋 有人不存好心啦 說我不被憋咬一下 他們好像覺得今天來這憋場 我的日子還沒有過完 有被咬過二十次呢 呃 絕對有 慘痛的今天絕對不只二十次 喔 沒關係 對 這樣絕對不會 好啦 這是技巧 所以說 所以說 現在學會了怎麼抓捏 對啊 學會怎麼抓捏 然後學會怎麼被捏咬嗎 你看他還蠻溫順的 你都沒有表現一下 這次是公的還是母的 這次是公的 這次公的 對 你看公的就看 來 我試試看 來 公的其實看他的尾巴 他尾巴長過裙摆 對 大概就是公的 然後母的話我尾巴比較短 不會超過這個裙摆 就是很好判別 對不對 好 再抓一下 不要 那 來一隻手 他現在是整塊 要把它骨刺 骨刺以後才可以講 欸 大哥 我們是不是現在要到 那邊去餵 別吃飯了 對 我們先開始餵料了 然後 家伙帶著 家伙帶著 走 來 你走前面 好 來 大奶不要走那麼圓啦 這邊啦 要從這邊開始啦 這是假魚 那個下雜魚跟飼料混合 這叫戀鵝 老闆你摸魚啊 我已經為了半池了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再後面一點 再後面一點 對 你會另外一半 好 對 就是這樣 大概餵五塊至六塊 我們憋 靠你的跪手 晚上可能再生得比較好一點 餵料來講算是最快的 平常你們都是一個人餵 還是兩個 三個一起餵 我跟你講人家 以前那個農家不是講嗎 好 可以了 那個工作要多人 吃飯要少人 工作多人就很快就完了 就可以回家了 哎 我們要小一點了 我們那個耳料控制不當 所以說我們還三塊料耶 會小一點 會少一點 我不要浪費你了 不是 是前面很多吃 不管後面就得吃 可是要爬起來吃才行啊 如果人在的話 他就不出來吃了 對 他要像中國華民國人民一樣 要有危機感 會被殺來吃 然後沒危機感的話 很容易就上人家的桌子 就像現在可以 새로買來 去吃吧 再進去 坐到你們 再進去 點營 點營 好,來,我就來介紹幾道傳統的甲魚料理 對對對 像這種,就是米糕甲魚 然後這邊比較傳統的 三杯甲魚 三杯甲魚 然後這邊就是傳統比較有名的 雞仔豬肚鱼 雞仔豬肚 鱼 OK,那所以說至少就以三養東西在裡面 有雞、雞肉、豬肚 還有鱼 這三道是比較傳統的 然後這兩道就是甲魚私房菜 這是外面絕對吃不到的 這是醃製鱔製鱔蛋 醃製的鱔蛋 然後這是沙茶鱔蛋 沙茶鱔蛋 待會你可以吃吃看 這是外面絕對吃不到的 那可是我們已經知道甲魚非常補了 那甲魚的蛋又更補了 嗯嗯嗯 那今天吃完了這幾道菜的話 那我是不是會變成 孫龍火虎 眼睛眼睛講到的 我先喝喝湯 先試試看 先感覺到這個 嗯 好香啊 好香啊 這是我們自己煮的 我們還不算到師傅等級 嗯嗯 這是我們自己 你邊農自己 你平常在吃的 可是這就是 表現出我們台灣人的 好客的精神 嗯嗯 然後做出來的東西都是那麼的傳統 那麼的道地 那還有一樣東西呢 我是很不喜歡吃的 就是憋 不想吃憋 我蛋黃是一個很甜的 嗯 感覺上很甜 嗯 非常非常嫩的香甜 因為它這個是沙茶嘛 可是呢 我吃不到真的沙茶味 只是隨著說淡的那個香味 好香啊 這一盤裡面 假設是有100顆 一顆10塊錢 這一顆就是1000塊錢新台幣 哈哈哈哈 好流血 哈哈哈哈 我要先請你吃一下這個 好 也 甲魚 這個是最好一個部分 而且用九生茶做的 嗯 最香 真的很香 這個裙擺的膠原蛋白 都在這裡面了 對 那是含量最多的地方 嗯 像這種 那個 別來講 你這個湯 這個湯你只要放冰箱 隔天它是變成凍 凍啊 像果凍一樣 對對對 它是膠原代表很多 收到了我們 理事長 這麼樣的熱情的招待 那我也就開張支票給你 說 你到洛杉磯來 就看我怎麼表現 哈哈 謝謝 歡迎 歡迎 歡迎再來 對 然後呢 那真的下次來的時候 我們到把你們這好的料理 怎麼樣能夠介紹到我們南加州 讓我們的這邊的僑胞 也能夠很容易的取得 嗯 這樣子的話 可以讓你們的東西走出去 嗯 讓我們在海外的華人 也能夠享受到 這麼好吃的料理 一顆十幾塊錢 對 哇那三百多顆 那不是就上萬了嗎 沒那麼多啦 十塊錢一顆的話 喔 三千 對啦 三千多 哇那三千多的話 也要 也差不多 多少錢美金啊 啊 是不是 算是沒那麼好 哈哈 一百塊 差不多 差不多 對 啊 差不多 大概